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民认为欧加伦现在被捕有可能与林郑月娥、李家超有关 去年底 《立场新闻》停运后 当名《立场高层》被警方以村谋发布先动刊物罪拘捕 而欧加伦都曾经在《立场新闻》发表多篇评论 当时警方传出欧加伦是重点调查对象之一 令友指欧加伦的案件已与新一届特首选举临近有关 有网民翻出几张多年前欧加伦与林郑合影的照片 并留言道不用等七一新冠上阴 一经阴点马上三把火 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疑问 当日国安要拉苹果及立场一大堆人的时候 为什么立场的写手欧加伦不再其中呢? 但当林郑宣布要回家不再参选连任 跟着李超辞职 被独家参选新一届特首 不够一个星期 欧加伦finally被报了 原来当日临到竞选区 加伦是参与和理撑 结果人灾人情灾 一宣布失势有人迫不及待工作了 陈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及传播学的林崇博士 是欧加伦的前老师 当他得知欧加伦被捕 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忍不住感触饮泣 林崇认为 欧加伦在港区国安法实之后 其言论已经很聪明地回避一些东西 不会太过火 他质疑拉欧加伦的证据何在 还力斥责港府做法离谱 是引致不是法治 欧加伦被捕后 林郑月娥在回答机者提问时 只是回复 不会评论个别个案 还强调港区国安法 保障国家和香港的安全 亦维护基本法保障的个人自由 至深传媒人欧加伦11日被捕 清晨6点 国安署警员上满手屋 并将欧加伦带去葵冲警署 据报他被指控涉验村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或与他早前在《立场新闻》发表的评论有关 警方表示 国安署经调查后 11日在葵冲拘捕一名54岁男子 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 第9及第10条 专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该名被捕人现在正被扣留调查 警方行动仍在进行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2020年后 警方多次引用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条中的 煽动罪拘捕異议人士 该法例早于上世纪30年代立法 当时所指的煽动意图 是指憎恨或藐视女皇陛下本人 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届居民间的恶意及敌意 善惑他人使用暴力等 而殖民地政府紧以刑事罪行条例 来起到一个阻客作用 过去数十年间都未有使用 港大法律学院首席港师张达明曾表示 在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及第10条 煽动罪制定时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尚未制定 基本法内有关人权保障的内容亦未出现 内容相当或不乎人权保障 去年警方国安署已串谋 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 《苹果日报》黎智英等7名高层 及《立场新闻》6名高层 并凍结两间媒体的资产 导致媒体停运 《立场新闻》前采访副主任 基协主席陈朗星表示 欧加伦被捕后 透过个别渠道告知他人警方上门 但没有透露更多詳情 也没有要求 待遇转发其被捕消息 正是让大家得个知智 陈朗星说 自立场出事后 当名前任高层被捕及想听 欧加伦亦有到法院旁听 因此相信欧不会没有预料过 其某些文章可能被警方针对 不过陈朗星说 立场安详未完结 没有料到在救案未处理好之前 警方再次出手抓人 而在11日晚上大约11点半 被扣押了超过17小时的欧加伦 莫准保释 他离开葵冲警署时表现冷静 先相受合实 感谢在场等候的传媒及支持者 并说了一句 多谢大家关心 之后在有人陪同下暴行离开 中国内地和香港疫情持续框散 陆续传出部分封城等信息 经济下行风险袖增 加上俄乌战争未停 资金撤离导致中港股市大跌 中国股市受到封城措施冲击 加大经济下行忧虑 加上外资持续流出 以及中国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 告予预期 对市场构成多重压力 截至收盘 上证中指收跌2.6% 护芯300指数收跌3.1% 深圳创业版指数收错4.2% 上证科创版50成份指数收跌3.8% 港股都载劫难逃 恒生指数盘中狂洩78点 截至收盘恒生指数跌3.03% 恒生科技指数大跌5% 博士等25家基金公司 对互心股市及港股市场表现 进行了点评 普遍观点认为 11日市场的大幅调整 源于海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由于美联储大部分官员皆 认为要大幅加息 才可以抑压近40年高的痛货膨胀 带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高见2.77%附近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仅2.753% 为2010年6月以来 跟12年首次出现倒挂的现象 中美国债收益率的倒挂 减低了中国债券的吸引力 一方面 中美十年期国债利率倒挂 导致资金外流压力震大 中国货币政策不及预期 另一方面 中国疫情反复引发市场对经济的担忧 同时导致包括新能源在内的部分供应链受阻 以及消费低迷 跌加市场情绪一直处于不稳的状态 出现集中摘盘的现象 针对港股在美债收益率高企 风险事件没有明显缓和之前 预计短期内港股市场仍将弱势动荡 据老头社报道 香港安理控股集团主席王伟康称 疫情防控措施暂时未放宽且继续收紧 让市场有点担心 因为继续封城的时候 有很多经济活动都回收了 他并表示 除非官方出手稳定经济 或者疫情由新变化 才会令市场明朗一些 不然带盘尿暂处于弱势 被指已获北京祝福的特首参选人李家超 一前已开展密罗紧固的选举工程 据独立媒体报道 11日李家超共拜访10个团体及政党 全日先后11次见记者 李家超在傍晚和乡议局会面后 被记者质疑他在没有提供具体政杠的情况下 已获得选委提名 如此一来 政杠是否不重要 李家超回应指 在参选时已交代其3个施政理念 1. 以结果为目标 2. 加强香港竞争力 3. 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 指选委们听到我这3个方向是认同 亦都是因为认识我的个人 他们对我这方面是有信心 李家超表示 未有统计现时取得的提名数目 指自己和团队不断透过电话 网上及实体背面向选委解释理念 争取他们的支持 都是经过很大努力的 他又指在会议上用了较长时间向乡议局解释 上述3个施政理念 强调3项理念具有连贯性 此外乡议局在会上就乡交原居民的议题 反映意见 并表示支持北部都会区发展 李家超亦指对北部都会区感到正面 重新现界政府所有好的措施均会保留及继续推进 日前李家超举行网上记者会 他自许为人务实 措施除了符合程序都以结果为目标 对此有网民表示 以结果为目标是否代表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参选特首竟然可以连正纲到限范 香港人自求多福了 去年因2019年818、831、11集会案等 遭当局判处入狱14个月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于4月11日迎缓出狱 他会见传媒侍陈一道耿烟 他认为香港已经进入威权管之事 但他仍勉励港人坚持民主、自由等价值和信念 紧守纲位、说真话 楊森于周一上午10点左右离开赤柱监狱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刘惠卿 王碧云、张文光 以及天主教香港教区榮邮主教陈日军等人应接 警方加派人手在监狱门外进行管控 在监狱外 楊森接受访问时应用 香港已经进入威权社会 他一道雨带耿烟地表示 香港人的个人自由、 剋率自由、 新闻自由、 公民社会享受的人权都受到限制 香港社会的活跃参与 和社群能力将转为沉寺 但这是香港人的愿景吗? 楊森俗称 我希望香港人重视 和慰污港人的核心价值 坚持民主、 人权自由和法治的价值和理念 大家紧守岗位 说真话 由于在场警员发出限聚令警告 楊森与各人简单打招呼后 随即登上市驾车离开 对此 有网民祝福 现年已经74岁高龄的楊森 身体健康 也有网民悲伤表示 可惜念讲真话 在现今的香港都越来越困难 香港还有机会讲真话吗? 除盖 中国人的经济 卫民主 中国人的经济 。 不可观言 尺